长辈们好专注一刀一刀剪出色彩缤纷的纸花 还有慈祭志工也为长者准备了小花盆 脑筋和手指都借此活络动一动 志工在花联国心理活动中心一步一步用心的教学 透过众人的双手让布雕纸花有了生命 我们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信心把它制作成 就像能让它产生生命的花朵一样 人老心不老长者笑容挂在脸上 纸花盆栽成品拿在手中仿佛年轻了起来 大爱新闻真山美志工范吕昭 花联报导